曹操 打不死的乐观主义者 第49集 攻陷黎阳 袁上和袁潭暂时放下了个人恩怨 一致对外 曹操的进展就没有当初那么顺利了 双方在黎阳城下进行了多次护攻 各有胜负 战场上最怕的就是这个 一旦各有胜负就会陷入僵持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去 战役从动刀动枪发展成了打后勤 不过曹操有信心取得决定性胜利 信心的来源就是袁氏兄弟 开始时 这俩人还能并肩作战 共进共退 但是随着战事吃紧 袁上对老哥袁潭说 我可是继承了老爹的职位 你是我的下属 咱俩总并肩出现 好像有点尊卑不分呢 袁潭冷笑说 那好啊 我去打 你在城里看热闹呗 让袁上恐惧的事发生了 袁潭每一次出战 还没有和曹操的部队交锋 掉头就往城里跑 跑回来还煞有介事的说 哎呦 曹军好厉害呀 居然会用意念 我是活活被他们用意念打回来的 袁上大怒 训斥老哥说 你少跟我玩音的 那老爹就在天上看着咱们呢 你这样做 你对得起老爹吗你 袁潭大惊小怪起来 到空中去到处搜寻老爹 说老爹呀 你为什么要把位置传给袁上啊 是你真的传给他了吗 还是说他就是当代的胡亥呀 袁上怒了 抽出宝剑来要跟老哥玩命 在场的袁家班成员和幕僚们 慌忙将两人拉开 都语重心长的对二人说 现在不是内讧的时候 你即使要内讧 也得等把曹操打跑了再说呀 袁潭一屁股坐在地上 嚎啕大哭 先哭天地再哭祖宗 最后哭自己 咒骂自己无能 这哭着哭着 突然浑身就一抽抽 大叫一声 哎呦我中风了 我不能出战了 他的几个侍卫 见机行事 手忙脚乱的 把他抬进了房间 袁潭紧闭房门 就这么开始养病了 袁上气的是死去活来呀 宣称要回到夜城 让老哥自生自灭 袁潭那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你爱干什么干什么 袁上的幕僚们 坚决阻止他这一任性的行为 对他说 一旦黎阳被曹操占领 夜城也就处于危险之中了 就算你老哥不管 你也必须得管 不是为他 而是为你自己 袁上总算冷静了下来 他在给幽州的二哥 袁希写信 请求他的帮助 袁老二回信说 你先把老爹遗嘱的事 跟老大说清楚 我帮你可以 但是不能不明不白 袁上就发现了 有些古语那都是放屁 什么打虎亲兄弟 现在老虎曹操就在门外 亲兄弟也都在 但就是不肯伸出援手 他给审配信信 诉说自己的艰难 审配在关键时刻 还真给出了非常不错的建议 让河东太守郭元和并州刺史高干 联络住在平阳的南兄奴蝉鱼 忽除全 兵分三路兵马进攻河东 从西边牵制曹操 然后再派人带着众礼去关中 跟马腾结盟 让马腾在关中捣乱 如此 曹操必然从黎阳撤兵 沈配这回的计策 还真不是斗机灵 忽除全 那是于弗罗的弟弟 同时也是于弗罗的接班人 他曾经和曹操打过仗 被曹操打败之后 就宣誓效忠曹操和中央朝廷 可是他的效忠 是曹操的压力所致 当曹操进兵黎阳时 忽除全发现 独立自主的机会来了 就在平阳 发动了对曹操的叛乱 当袁尚按照审配的计划 派河东太守郭元 和并州次使高干 去联系忽除全时 忽除全大喜过望 他认为找到了 世界上最好的盟友 好消息进一步传来 关中的马腾 在收到袁尚的厚礼之后 也同意帮助袁尚 他默许袁尚在河东郡的 所有军事行动 于是郭元 忽除全和高干 兵分三路 向着曹操在河东郡的各个据点 发动进攻 曹操占据的大部分土地 再度丢失 曹操和他的幕僚们 立即着手解决面临的严峻问题 在曹操看来 袁尚能在河东郡横行无际 不过是因为马腾的特许 只要搞定了马腾 西线问题就解决了大半 曹操给马腾写信 先是回顾当初参加陶董联盟时 俩人的友情 然后就切入正题 说你现在的行为很危险 你要么光明正大的站在袁氏兄弟那边 要么你就站在中央朝廷这边 扭扭捏捏的算什么呀 不过我要提醒你啊 袁绍已死 那两个官二代的能力肯定比不上他们老爹 他们老爹都让我干残了 何况是他们俩小兔崽子呀 马腾是个聪明人 在认真琢磨了曹操的话之后 立刻选择站在了曹操这边 派长子马超进攻郭元 郭元这才能出众 可惜的是 他的对手是智勇双拳的马超 马超轻松将其击败 并且斩杀 郭元一死 灵力的高干见识不妙 慌忙撤回了老朝 呼出拳 及时发现了危险 立刻改邪归正 重投曹操的怀抱 西线危机 就这么被曹操轻而易举的化解了 袁绍在黎阳城长须短叹 他想跟老哥商量一下进一步对策 可是他老哥还在中风呢 不肯出门 袁绍请不出老哥 但是曹操可以 解决了西线危机之后 曹操倾助全力 向黎阳发起了最后一次攻击 这次攻击 双方动用了所能动用的一切力量 在曹操的猛烈攻击之下 袁尚发现如果再守下去 那就是与城共亡了 他不想做烈士 所以带着从叶城带来的援军 撤出了黎阳城 袁尚这么一走 袁潭的中风立即痊愈 他也不想做烈士 所以也带着部队放弃了黎阳 跟着老弟的部队向叶城撤退 公元203年 阴历三月末 曹操在围困黎阳半年之后 终于攻陷了这座原家般的战略重地 曹操进入黎阳之后 本来要让部队先抢劫三日 可是黎阳城被围困了半年 城里除了饥饿的难民和瓦砾之外 一无所有 曹操决定乘胜追击 本年阴历四月初 曹操兵团抵达叶城外围 在收割了叶城郊区的麦子之后 准备对叶城发动全面进攻 叶城那是袁绍经营多年的老巢 成高强后很难被攻下 不过曹操认为 袁尚和袁坛不合 此时进攻叶城是最好的机会 但是国家却用逆向思维提醒曹操 说袁尚跟袁坛的确是不合 可是如果你对叶城穷追猛打 那他们俩面对共同的敌人 就会暂时合作 两人合作守叶城 那没有守不住的道理 僵持下去 袁熙从幽州发兵 高干从并州发兵 那咱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国家分析的完全正确 当曹操抵达叶城郊区割麦子时 袁尚和袁坛对着迫在眉睫的危险 认识深刻 袁尚对老哥袁坛说 老爹把这份家业交给咱们 可不能轻易让曹操继承了去 你我二人亲密合作 保卫叶城 事成之后 我把老爹的产业送给你一些 如果咱俩还内斗 那曹操就有可乘之机了 曹操一旦占领了叶城 你我可就什么都没了 袁坛暂时同意老弟的意见 俩人搂着彼此的肩膀 爬上城墙捡阅军队向曹操示威 曹操对郭家说 你说的没错啊 这两个小兔崽子还真合作了 那咱们该怎么办呢 郭家说 简单 俩人的合作只是在危急时刻的权疑之际 只要咱们不理他们回许昌 他们外部没敌人 矛盾自然爆发 等二人争个你死我活 两败俱伤之后 咱们再回来收拾残局呗 曹操哈哈大笑起来 啊 我明白了 先让御棒争 咱们做渔翁 公元204年阴历五月 这位曹渔翁留下了一支军队 驻扎黎阳 自己美滋滋的回到了许昌 向皇上留邪报喜 曹操每次凯旋之后 都要向皇帝留邪报喜 其实他根本不必向留邪报喜 可是他非得这么做 原因有二 第一 他有功劳 这件事要让中央政府的所有人都知道 第二 他仍然效忠皇上留邪 他要告诉天下人 他曹操是中央朝廷的人 不是割据军阀 反过来理解则是 不管你是谁 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只要被我征讨 你就确凿无疑的是叛逆 这是一种姿态 也是一种智慧 更是一种情怀 当时的世界上 有这种智慧的人并不少 但是有这种情怀的人 却只有曹操 这一集我们就讲到这 下一集我们讲曹操第五十集 圆坛的求救 敬请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